阿西在地新聞 鄉親啊 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一月二月 今年十二月十六 禮拜四 今天變天爐 共和大陸冷氣團露南 起上局 占對全台灣十五個館市 來發出到激溫的迪報 全台灣國地 陰暗的越暗越冷 北部地區 日時的溫度 已經漏降到二十度以下 晚上會更加 會跌到十度以下 離人跟發電的山區 甚至有可能來到冷度 而這部的冷氣團 適合大陸的空氣 水氣比較少 所以這個路線的紀錄不管 拜六 國地氣溫就會回回來了 江湖裡面 北酒的民眾 都全九月頭 幾千苦爆安安 因為共和大陸冷氣團露南 全團國地越暗越冷 北部最先感受到氣溫的變化 今天北部的高溫就不到二十度 跟昨天相比 大概有三到四度左右的落差 而且氣溫大概白天也會呈現逐漸下降的狀況 至於中部 南部受到影響的時間會比較晚一點 大概要等到傍晚 入夜之後 氣溫才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所以整體來說 今天各地大概都是越晚越冷的一個狀況 去上級說 影響最強的時間 就在二十八號晚上到二十九號早上和三十號早上 這段時間 中部以北東北部低溫只有高度 宜蘭花蓮山庫 強行的只有冷度 大家也想要知道 這一波冷空氣山庫 有可能有落差 在北部 東北部的一千五到兩千公尺的高山 因為溫度大概夠低 不過因為水氣正在逐漸的減少 所以可能要 水氣跟溫度要蓬蓬運氣 有沒有可能稍微配合得剛好的話才有可能 所以整體來說下雪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雖然落差紀錄無關 不過去上級要時間 從北部 東北部 四半部 十五個行政区 發佈 加溫得部 也要拿錢的民眾 出門載我 要想會記得雞頭一件衣服穿褲衣服